听过这样一句话 没有一艘非凡的战舰 能像一侧书籍 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 无法到达的地方 文字承载你过去 无法经历的人生 书籍带你相遇 为什么要读书 很多时候我们陷于痛苦 烦恼不断 又与有限的学识和认知 没有足够的智慧 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读一书增一志 总有一本书 能解决你的迷茫 阅读是很好的疗心良药 能让一个人减少自我内耗 当你被现实生活 弄得心情急躁的时候 去翻翻诗集 感受诗人的才华 当你为情所困的时候 去读一读古往今来的爱情故事 当你被诱于柴米油盐的时候 去翻一翻游记 看看大江大河 带着对世界的好奇 对生活的疑问去读书 用读书的感悟去反观世界 对照生活 在遇到让你纠结 愤怒 郁闷的事情时 你就能把心神去面对 冷静思考其中的原由和逻辑 静看世事变迁 多读书 向更好的人生靠近 有位作家说 书籍是最有耐心 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 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 他都不会抛弃你 一本好的书便是一盏明灯 读书可以给人改变的底气 推动我们向更好的人生靠近 每一本书都像一扇任意门 想去哪里 都有你自己决定 读书就是给自己保留 人生逆袭的机会 只要能坚持不懈 那些读过的书 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也让我们拥有被看见的能力 在书本上花的时间 会在某一时刻给我们回报 坚持读书 即使深陷泥泞 也依然可以仰望信空 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 读书的正确方式 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 用所读去生活 阅读是一个水滴石川的过程 带来的改变也是惊人的 读一本书 你可能感受不到什么变化 读百本书 你会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能游刃有余地解决一些问题 读千本书 会拥有更广阔的见识和胸怀 从容面对生活的波澜 读书能使我们拥有打破人生边界的底气 积累不断超越自己的资本 一个人想要精进 需要书本的沉淀和文化的加持 无论是驱赶迷茫 还是对抗平庸 读书都是最简单 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静下心来读书 它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 改变你 让你收获更好的自己 好 今晚的夜读就到这里 朋友们 再会